左期相公所6月12号在清水部落提防举办了防汛演习以及土石流防灾演练 演练了月提、提顶堆包等工法 消防分队救助队士兵演练杀周受困吊挂救生 演练过程中规中矩而且很扎实 左期相公所6月12号在清水部落提防办理防汛演习以及土石流防灾演练 演练月提、提顶堆包等工法 消防分队救助队士兵演练杀周受困吊挂救生 演练演练中规中矩并且扎实 上找李璧贤担任总指挥官 他说每个村都设防灾救贼自卫队 这三年演练都已经熟练 如果发生天灾相信每一村自卫队都能够发挥功能 也给予每个村责任共同防灾救灾 为什么要演练这么多呢 主要就是我们要让大家万一遇到什么状况 我们都随时可以应变 我想我们每年都会办同样的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位置会改变 今天谢谢我们卓青春 村长 村的指挥官带领着我们的智慧队 周青春的智慧队 你们今天演练得非常好 我相信这个地方也很容易会有状况 如果有状况我们就按照今天所演练的 我们就不会不会措手不及 升任卓西乡在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的乡长吕弊贤说 在台风季节来临时 花年县常常是首当其冲 希望借由平日的演练 各机关单位之间能够迅速配合 让灾害发生时的损害减到最低程度 期盼今年度的防汛期间 风调雨漩 记者高雄雄 卓西乡 采访报道